上邊不要看 炫富企劃 挑戰成為每個人都有附肌的夢幻工作室 有可能嗎? 2019年上邊不要看發行的減齒企劃 減多少我們就捐多少 今天 成功發表 蔡哥 Yo 你這次體脂降了幾%? 這次體脂我是從 30.2%是我剛開始 可是我中間練一練的時候 有時候還反而上升 對 到31 32% 然後現在降到28.5% 對 1.7% 降1.7% 大概掉了1.9%吧 1.9% 也蠻高的 從最一開始到現在嗎 2.2% 哇 2.2% 有 其實我自己蠻意外的 體脂剪了多少 我上一次我第一次量是5月的時候 那時候 %數是24.6% 然後我12月初量的 體脂是20.3% 喔原本喔 24.9% 就是到現在變 19.3% 喔 減5.6% 我一開始 5月 6月 5 6月的時候是 體脂是 24.9% 這次量是22.4% 2%而已 2% 不多不多 我這一次呢 降了2.7% 可是必須說我的體重其實是加重的 我體重大概重了1.4% 所以我原本是 就變肌肉對不對 對 我原本是57.8公斤 我現在是59.2% 體脂 我第一次量的時候是1.6% 然後最近一次量的是26% 哇 體脂 就是到最低的時候有到13.2% 13.2% 對啊 太低了吧 靠 等一下 很低耶 對啊 那你最重的時候多少 最多的時候 最多的時候 15.6% 快16% 所以你這樣敢說你有健身嗎 嘿嘿 嘿嘿 我覺得我應該 因為我現在觀念完全正確了 所以我之後往後走應該會進步神速 敢啊當然敢又不敢 有健身 只是次數沒有那麼平 沒有那麼多啦 不敢 不敢 有啦我會跟大家講因為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明顯的有比一開始再瘦一點 我 我覺得雖然看不出來但我還是可以說 我是誰 小歐 你知道我們剪完要拍年紀嗎 我知道 我那奇異筆準備好了 哈哈哈哈 沒有我覺得我肚子有消下去了 所以可能挺兇一點然後拉一下可能會有那個外框 啊裡面的隔線可能就沒有 知道啊 其實我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是 房間沒有很亮 然後我看著鏡子跟自己的肚子就覺得 哇有陰影 如果我相信拍的光線 那個光圈條 低一點然後夠暗的話 我相信應該可以造出個 造出個什麼痕跡來 我是該知道這件事嗎 嗯我好像知道 我知道 對但是我不想面對 休息啦休息 呃 呵呵呵呵 我基本上 再遲的東西都拍過了 就是我狀態最差的時候 那個時候八十幾公斤 然後 就只穿一條尿布在肩上的時候都有 基本上我 再遲我對我來說都沒差 可惡 你本來是 哈哈哈哈 你本來是遲殲頂了 你現在正式最好逆啊 對 靠你了 齁 總的靠我 嗯你說用我的腹部去 去 Mapping其他人 嗯可以哦 屁笑 哈哈哈 我當然知道囉 整個錯賽了 下禮拜要拍是不是 下禮拜 對 我們其實最早最早最早是想要出一個 上班不要看的年齡 然後讓大家嚇到 其實我們是一個擁有全腹肌的工作室這樣 殊不知 殊不知他 他還是一樣 蠻各自的這樣 可是還是有挪時間出來在做這件事情 三姐大家還是有進步 有有有有 我知道 有沒有信心 還行 我發現有光線在照 會有一些線條出來 所以光線可能要調一下 靠一些技巧 靠一些小光線 我們不修圖 可是靠光線 我知道 那我們年齡已經開始預約拍了對不對 下下禮拜 這已經預約好了 這要怎麼呈現就是看攝影師的功力了 厲害喔 GQ的喔 GQ的 好 GQ的攝影 我是誰 小餅 那你新的一年有什麼新希望嗎 我希望可以交你朋友 希望我可以變大雞雞 雞雞雞 L還不夠 L不夠 要差L啦 差L啦 對啊 我想要出國半年 沒有 越南對不對 越南半年 老闆 老闆 新年新嗎 放個假吧 放個假 新年新希望 我是希望 就是身體健康 然後希望明年的手術順利 因為我明年要去做那個 明年我就是Angel & Marky 哇 賺大錢 賺大錢 對啊 養家活口 沒有啦 成家是不是 沒有啦 沒有到成家啦 成家希望 就是多賺點錢 對 未來才有地方住這樣 對 我覺得就是 希望把我們的改變 包含就是有養成運動啊 或者是體態有改變這件事情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改變 也跟著願意改變 對 希望是這樣 真的先希望 不是這個 蛤 不然耶 真的自己的 跟老闆學 跟老闆學 秋葳姐 想去哪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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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然是離開台灣本島 台灣外島也不要 就是離開台灣台灣國就對了 台灣地區離開 好 秋公威姐 該辦 員工旅遊吧 一個禮拜了 也是可以啦 這麼難喔 對 七天剛剛好 這麼難不要是不是 我說會停掉 好 員工旅遊 對 員工旅遊 等了幾年了 三年了 三年了 沒有一個員工旅遊啊 秋公威姐 員工旅遊 不拍片 不拍片 純旅遊 純旅遊 對啊 應該都還蠻強的啦 對啊 只是有時候運動還會覺得 喔好累喔 好啦還是做一下好了 對啊 做運動 對 做運動啦 對啊 繼續練一下這樣 你會健身之後有什麼驗譽嗎 驗譽 很多人說我變帥了 對 不是不是變帥 變瘦了 很多人說我變瘦了 就看到我們就 你本人比影片上瘦耶 今天有化妝喔 哈哈哈哈 還要再講一次 給你害羞一下 對 今天是青妝還是重妝 今天是青妝 因為今天的眼影跟 沒有睫毛膏 然後眼線也很輕 然後其實我還有很多東西都沒有上 那化重妝其實重的比較重 喔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 你不知道你是男頭髮了 哈哈哈哈 這麼明顯你看不出來 我是誰 加油 挖大哥你好 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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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健身工廠新衣場 教練我叫挖腿 其實我覺得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 對運動越來越習慣一點 我們的目的是要有腹肌 你可以秀一下你的腹肌嗎 我的腹肌嗎 我的腹肌 有看到嗎 哈哈 擁有這麼美的腹肌 有必須做到什麼程度 如果要腹肌明顯一點的話 希望在12%以下 體脂率 對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我問一下 有人說運動 健身之後 幸運會變強 應該是會 應該不會 邰哥 趕緊張 沒有 現在就手臂 手臂 這樣有壓 喔 帥 其實我們到最後 有分 比較細的分數 那你覺得你的成員的表現怎麼樣 我成員表現的就是 漸入佳境 菜哥的話一開始 頻率比較低嘛 然後後來的時候 運動習慣越來越好 雖然他昨天放我鴿子 麻西一直來都蠻認真的 然後他動作學習是最好的 我一直這樣習慣下去的話 他之後的變化一定會更大 你覺得我們這一次的表現 誰是最好 或者是你有印象最深刻的 洛基吧 因為我就每天晚上下課的時候 我都看到他自己過來自主訓練 已經開始了 開始了 好 大家還記得我們有一個企劃嗎 從大概六月開始到十二月 知有為你 這個企劃算是長期的運動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個目標 是想要讓自己體態更好 然後其實有一個隱藏的目標 就是我們要 就是為了 要拍攝 我們這個體態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攝影 YES 對 然後今天剛好老闆也有告訴我們出完 我們現在要檢討一下他的體質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的體質是20.3 好 目前最完美的狀態是17.9 哇靠 剪了2%左右 我要先講 我要先講 就是你應該要扶 因為我們剪越多你要捐出的那個錢 應該要扶 對 然後光是我們呢 我們上面要看的成員 總共就已經 剪了26.5公斤 耶 我們現在要負責負責 你跟老闆在一起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我們有一個規則是 我們要成員簽去捐出那個 就是捐給 偏鄉 是沒錯 所以我們就 你知道嗎 四捨五入啦 直接啦好不好 直接就捐3萬出去了 哇 我也要講15萬 結果是3萬 不過我還是要感謝一下 有跟我們一起響應的觀眾 加起來差不多也是3萬左右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超愛心 對 那我們今天其實 還有一個目的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 我們的 完美體態 我們的成績拍成 今年的年曆 蛤 我們還有要做年曆啊 蛤 那12月過完 那是因為我們 我們1月才在拍今年的年曆 傻眼 沒有 因為這個階段是要到12月為止 欸那個電塔啊 什麼很愛演啊 他們的年曆都早就寄給我 然後放在桌上 想不到嗎 想不到嗎 但我們現在才要做 你還記得我們最早的那個企劃的 方向是怎樣嗎 我們想要達到一個 全部都有附近的工作 真的很難 算是成功嗎 我跟你講 沒有成功 可是我也沒有放棄 我跟你講接下來 17.9對不對 太爛了 接下來 未來的半年 我會繼續以15以下為目標 哇 如果沒看到的話怎麼辦 這是第一個目標 再捐三萬喔 再捐三萬喔 看到就差不多30萬怎麼樣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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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這一次拍攝的照片呢 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今年2020的月曆 就是今年 對沒有錯 因為我們12月底結算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拍 對我們會趕快出2020的月曆 那如果想要知道詳細資訊呢 我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大家可以趕快去看下方 趕快去點下面 見亮嗎 見亮 對 沒有這沒有了 掰掰